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們今天的話題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我們聊兩個字叫做人設 叫做人物設定 每一個工作人物都有他的人設 比如說阿川 阿川的人設就是粗獷 所以阿川呢 穿花襯衫並不奇怪 對不對 這是阿川的人設 比如說創下歌 創下歌的人設就是理工男 對不對 我的人設就是虛花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在意 我身上有沒有什麼名牌的 可是許巧心她的人設是什麼呢 許巧心就是她在2017年8月3號 也就是她在選議員那一年她的臉書 其實她的人設就叫做早餐店的女孩 她在臉書上說平常就喜歡穿著舒適 輕便的服裝 穿假腳脫在路上爬爬罩 然後呢 夏天呢都鎖定棉麻的材質 透氣好穿 上衣是路邊撿到的好貨 五分袖的外套是朋友創業挑的店 她的人設其實就是林家女孩 她的人設就是一個逆增上游的好典範 她的人設就是告訴大家 在台灣我們只要努力也可以翻身 可是曾幾何時變成一個貴婦的人設呢 這個人設叫做翻車的人設 今天沒有王時期來教大家法文 可是小弟我也是略懂略懂 比如說Roger Vivier 我也是學起來 對不對 Vivier這種法文我也是學起來 這個YSL 講YSL就爽的 一爽爽爽 對不對 今天這我大概大概學了兩句 我的意思是 這個顯然跟徐曉星過去的人設 顯不相單 所以徐曉星翻車了 可是更慘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的收入跟他的支出 能夠對得起來嗎 我們今天的製作單位特別整理了 徐曉星所有目前看到他的支出 比如說以目前來說 我目前講說 現在市面上大家去做搜索 找到徐曉星的金品金額 大概170萬 給婆婆把幫婆婆出的錢 大概是100萬 房貸一年還款 我們看過他的財產申報 大概花75萬 他的年一年要增加415萬 加起來大概760萬左右 這究竟是不是一個議員 在一年可以負擔的數字呢 晚一點 即將要被徐曉星控告的苗伯雅 回來跟大家現身說法 到底一個議員這樣子760萬 對他來說是大錢還是小錢呢 另外我們很多人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我們都說什麼叫業力引爆 什麼叫業力引爆呢 過去徐曉星曾經有去打所謂的林秉書啊 當然林秉書這個人是可惡 當然林秉書應該被千刀萬剐 可是當時徐曉星打林秉書的時候 是怎麼連連看的呢 因為林秉書在高鐵站 遇到阿中部長拍了一張照 就說他喬疫苗可以賺幾百萬 然後呢有民進黨的人 比如像管媽等去林秉書這邊按讚 就說林秉書是新潮流的 林秉書是民進黨的 比如說林秉書賽初跟徐曉星一樣品牌的勞力士 你就說人家是什麼呢 上流生活 那現在同樣有勞力士的徐曉星 算不算也進入到上流生活呢 更慘的事情 我們來幫四叉貓來哭哭一下 當時四叉貓不過收了林秉書 兩盒草莓 一盒九百九十塊 被開記者會痛批 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太雙標呢 甚至賴品瑜 賴品瑜他的父親賴靖林 雲爆的董事長沒有錯 可不過是一趴的股份 那時候是怎麼說賴品瑜的 說賴品瑜叫做什麼 賴百億 對不對 一趴的股份 徐曉星他臉書是關於賴百利 關於雲爆 關於新潮流 所以這些事情呢 其實在我們很多人看起來 這叫做業力引爆 究竟徐曉星這個業力 還要引爆多久呢 我們今天節目都要跟大家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集要接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他的人物設定是粗狂的王毅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幹嘛 幹嘛 我很想笑欸 你說要粗狂啊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個聲音 這個有動過 再來是這個全世界唯一敢穿短褲涼鞋 上節目的資深媒體的黃串昭 串昭哥你好 今天我是穿長褲大家好 再來 連清楚我該被告 台北市議員 最近桃越來越綠 桃綠的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敬平哥你好 正好 大家平安 我的人設是搞笑 你的人設是搞笑 沒錯 他的曉星最近確實是越來越多業力正在引爆 最近引爆叫做名牌門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那代電為什麼不是債券 不是通常就跟借衛生紙是一樣的 替婆婆代電的一百萬利息 究竟是借還是給 徐曉星不只被質疑 說法變變變 上直播節目還脫口 拿出百萬 如同借衛生紙 比如說呢 借我一張衛生紙好了 你有還過那張衛生紙嗎 沒有嘛 因為你們也會去 為了一張衛生紙去寫契約嘛 言下之意 百萬對徐曉星來說 不痛不癢嗎 但這番話似乎跟民眾感受 差很大 講借衛生紙是有一點誇張 畢竟是一百萬也不是個小數目 一點不值人間煙火 那這種人來當立委的話 我是很懷疑他要怎麼去 體諒一般民眾的心情 有錢人跟我想的不一樣 一百萬對他來說 就像一張衛生紙 那為什麼當初這個 九百塊的罰單 要跟這個圓景討價還價 民進黨立委黃潔更大酸 徐曉星過去還曾經爆出 為了九百元罰單施壓圓景 徐曉星被質疑 給破破的一百萬沒有如實申報 也有網友翻出 去年選舉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漏爆財產 當時徐曉星炮火超猛烈 一望就是望了六年十個月 你到底是忘記了 還是突然想起來要不好 我們會再向監察院去檢舉 現在換成自己被質疑漏爆財產 徐曉星堅持沒問題 但不只這件事被質疑雙標 日前台北市院苗博雅踢爆 徐曉星時常穿戴精品行頭 網紅四長貓也翻出 過去他曾將林秉書的穿搭配件起底 還發文大酸秉書的上流生活 這也讓不少網友大酸根本回力標 過去徐曉星如何大力監督對手陣營 現在自己捲入家人射炸風波 也被用同樣標準放大見識 阿苗你是始作俑者 真的嗎 你真的很無聊 你竟然就這樣子把徐曉星 哇塞 這人設一槍把它打崩 為什麼 因為徐曉星過去的人設是什麼呢 夏天鎖定棉麻的材質 喜歡穿着舒適 輕便的服裝 最喜歡穿假腳脫 上衣是路邊剪刀的好貨 五分袖的西裝外套的棉麻褲 是朋友創衣的店所選的 他的人設是什麼 林家女孩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我沒有要打破他的人設 可是他的人設其實一直這樣 在整個藍軍心目中 甚至在整個社會心目中 他就是早餐店的女孩 他是個立真善口 他是個平凡家女孩 翻身的奇跡 可是現在竟然被你打成 一個貴婦的人設 事實上這件事的起點 我要再次強調是 因為我們覺得徐曉星都穿得很讚 太好看了 他的品位不凡 實在很想讓他像追星竹一樣 你知道韓國明星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分析說 今天他戴著什麼帽子 李敏昊機飾款 對 像這個三立李敏昊的話 大家要研究說 李敏昊領帶機飾款 深藍色 亮藍色 對不對 明星本來就會這樣嘛 那徐曉星也是我們政壇的很重要的一顆心 感覺苗博雅很怕被告 沒有沒有 我今天要講的 他律師耶 對不對 我今天要講的很簡單 就是說這是追星竹經常有的嘛 對 就是看看我們喜歡的明星穿什麼 所以為了維護全國追星朋友的權益 徐曉星要告就來告 講錯一個 今天王陽明戴什麼手錶 我講錯王陽明不會告我啊 而且事實上呢 我本來還有點搞不太清楚說他為什麼那麼氣 因為一般來講如果說 鄭浩我覺得你的皮鞋穿得很好看 皮衣鞋是Fandy的 被網友認出來 你應該會覺得至少蠻高興的嘛 被注意到的嘛 對不對 我們怎麼會說生氣之外 還要跳到鏡頭前面 非常的悲憤 我本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後來我想通了 後來我想通了 因為呢我不慎啊 揭發他的違法事實 對不對 因為那隻勞力士啊 後來他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介紹他七件 他只講一件洋裝 其他六件呢 等於是承認 那慘啦 因為勞力士一支一定超過二十萬 他那支有賺的啦 所以呢就違反了我們公私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的問題 你的珠寶古董或財產超過單件二十萬以上 就一定要申報 所以呢 徐曉新被揭發違法之後呢 他一定要趕快來叫揭閉者道歉 對 這樣才能把焦點轉移掉 他說苗柏牙 你怎麼沒有辯論出我的洋裝的品牌 那事實上呢 他叫我道歉的原因是因為他不希望大家 去注意到他財產沒有依法申報的這個事實 這是轉移焦點大法 對 而且第二個呢 就是一般來講啦 我們所有人喔 老坦甘開啦 是 這個是好事啊 看著我眼睛在講是 老坦甘開 沒錯 就是這樣 沒錯 對 你會賺錢是好事啊 對不對 你捨得花錢是促進情急啊 對啊 所以為什麼要那麼氣 是 因為現在徐曉新 進入了一個情境是 他不希望大家認為他很會賺錢 收入支出顯不相當 對 因為現在 他剛好卡到說他的家族裡面有人設詐騙集團 對 然後很不幸的 他有一個一百萬的事情一直沒辦法解釋清楚 對 所以大家一直在問他說 請問你跟這個詐騙公司到底有關係沒關係的時候 同一時間被大家發現原來他是生財有道 是 人家就會問啊 喔 所以你這個生財之道到底是什麼 其實民眾也很想知道 因為一般來講我也跟他做同一份工作嘛 對 我們2018年一起做議員 你們收入應該是差不多了吧 對 收入應該差不多 議員都有嘛 他有上節目你也有嘛 對對對 我比較寒慢啦 其實大家看我每天都穿一樣對不對 對 昨天這一件我已經給王時期檢查過了 是U牌沒錯 U牌的 每天都穿U牌 對 那我就很難想像說到底為什麼 他是理財這麼有道 身材這麼有方 因為昨天其實我們在這邊已經弄他非常非常多新的東西 對不對 是 艾瑪士等等 對不對 今天又有更多網友弄出來有踏子嘛 有BB Jimmy Cho Roger Vivier 伊松 拉宏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昨天法文不懂都是撞出來的 今天非常溜 對 可是重點來了 你說跟他的收入算一算差很大了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看到被網友找出來的目前已經170萬了 對 可能衣櫃裡還有更多大家沒找出來 對 所以我們先不去算 我們只算有找出來的 另外幫婆婆電付了一張衛生紙 對 100萬 100萬 然後房貸一年要還75萬 對 存款還可以存喔 這不是他們賺啊 對 415萬 對 光是這些算起來760萬還沒有算上其他的吃喝生活開銷 手機費那些東西都還沒有算 手機租率輪送的不用錢 喔 那個網路應該要有錢 因為以他上網應該是吃到飽 是是是是是 這些所有的每天的生活費還沒算進去 對 就要760萬啦 對 如果生活費再加上去的話 也許一年必須要賺到800萬以上 是 才有辦法負擔得起這樣的生活品質 對 但問題來了 徐曉鑫跟他老公 兩人呢 都是跟我們年齡相仿的公職人員 是 這個喔 其實說真的啦 會賺錢並不是問題 對 問題在於公職人員 如果你會賺錢 已經超過大家對於你這個職位 該有的薪資 對 就會出問題嘛 有時候不只是人設喔 你看來 現在 這是呱吉 也是跟我和小新同期的 同期的 同期的 他曾經拍過一個影片 分析過 助理費 欸 這個是時報時銷 其實這不是給我們的錢 除非你是高鴻安 哈哈哈哈 不可能成立小金庫去買金品 對 不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 然後呢 研究費這等於是薪資 薪資 一個月才13萬多嘛 對不對 然後開會的出席費 但是不是天天開會 對 一年大概開會一兩百天而已 衛民服務費 這個是要拿去開服務處的 哦 什麼 你跟選民做服務啊 或者是你租服務處啊 是 你打電話這些等等 春節未問金 就是年終獎金的意思 對 一年 行不浪當算下來 如果你從議會領到的錢 大概是兩百出頭 可是 你有很多的支出項目 包括你的辦公室租金 就要用這個衛民服務費裡面刪掉 而且 通常還要自己補 一定入不敷出嘛 你在大安區去哪裡找兩萬塊的服務處 你告訴我 大安區約一個月十萬 所以落選之後沒有辦法繼續租啊 對啊 然後呢 接下來助理 要買電腦 辦公室要什麼 對 對 都是議員出嘛 不可能像高宏安一樣 咖啡機叫大家的小金庫來出嘛 辦公室的支出 你看 我們沒有像高宏安一樣 所以我們又必須來自己付公基金 對不對 都是議員要出 對 服務市民的系統開發費 這些所有等等呢 只要扣掉了這些支出之外 一年你實際上 能夠收到自己的口袋的 差不多一百二十萬 大概 對 因為那個呱吉是比較費工 搞這種開發費 大概就是一百二到一百四十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議員的實質收入 算起來呢 其實就跟一個公司 大概月薪十萬 中間主管 差不多 對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徐曉星跟他老公 雖然說一個當議員立委 一個當官 對 可是兩個人帳面上所有薪資加起來 可能一年能夠領到的薪資 才四百多而已 對 可是為什麼一年四百多的薪資收入 生活可以過得像是年收兩千萬 是 的水準 對 所以這就是人家覺得他們厲害的地方 是 這也是大家覺得很想要分享的 他分享這個訊息 有沒有 你可能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三十幾歲兩個年輕人 都做公職人員的時候 竟然可以過出相當於年收兩千萬的生活頻 是 對不對 因為這個徐曉星跟劉彥禮現在好像是台灣經濟很好的代言人 在這幾年之間 他們從這個非常普通 所以今天這整個風波延燒下來 那一年輕輕違法的事情 因為他變成了那個平凡接地氣的他 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那現在徐曉星呢最大問題就是他希望趕快極力來洗白自己的狀況對不對 所以徐曉星昨天穿了UNIQLO說你看我都穿UNIQLO 我覺得這個本質上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危機處理本質上有很大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穿UNIQLO不代表你過去這些不存在 這是兩件事嘛對不對 結果更長的事情是什麼 他又被這個網友提報 這個UNIQLO這樣是新款 就是剛剛才上市 對不對 是不是你去買的 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只是說網友會這樣質疑嘛 重量是這樣 我們今天談徐曉星兩件事 一個叫做什麼 人色崩塌 對不對 從早餐店女孩穿著拖鞋在那邊爬爬罩 到變得貴婦嘛對不對 這都叫人色崩塌 第二個叫做什麼 業力引爆 對不對 阿川 過去呢 曉星呢 極有揭發林秉書嘛 對不對 林秉書當然是個爛人 我們完全瞧不起林秉書這個人 可是問題是 他那時候林秉書買了一個勞力士 對不對 然後吃了個上海菜飯 對不對 他就說他什麼叫做 上流生活 對不對 然後呢 管碧琳啊 誰誰誰啊 去林秉書那個留個言 就說林秉書是 叉叉派系 有的是說新潮流什麼 不管 欸 這個會不會太雙標啊 林秉書當然現在又要用阿起來嘛 那當然大家大家說他上流生活嘛 大家看著說吃這個 要掛這個桌子 我告訴你 請客樓的菜飯 現在的年輕人 大家也希望說要手一下什麼桌子嘛 對 女生想要有一個香奈兒嘛 有一個什麼項鍊嘛 人家誰都有送他女朋友 我為什麼沒有 昨天那個九宮格出了海西多少男朋友 你知道嗎 都是你 都是這個有沒有 都是你 大家都在那邊連連看 說人家為什麼他都有 我都沒有嘛 都是你講說情人節送老婆一些禮物過分嗎 對嘛 我有講嘛 有 然後全天啊 男人頭都大 對 但是 每一個這個包括小織女 每個人都想要向善嘛 這個都本來都是好事情 但是當時講林秉書的時候 講得這麼難聽 就是說欸 你為什麼有這個 原來你可能是去做網區啦 你有洗錢 你有違反國安法 你周周請客 名表西裝應有盡有 所以這給他換作這個徐巧欣 那這些話可不可以多用 不行 他說你認錯LV我告你 第二個 這林秉書說他去抓零 對 他去抓零 那抓零也有事情 意思就是說 你為什麼有錢 你為什麼有錢按摩 你為什麼想這種高檔的按摩 你一定是跟這個什麼 哪一個派系 很好很好很好 去叫陳時中去到一張胸 他覺得你有經常一高檔這樣是嗎 很多人 很多啊 他都去穿一穿嘛 很多人說 欸我可以跟你照一張相 我們就說好啊 當然得說好啊 他也不會說 誰要跟你照相 你是誰 對不對 好好 那去不到林秉書去討到陳時中 他就說 疫苗 為什麼林秉書說 可以去喬疫苗 所以呢 叫了什麼三四 四十幾個人 可以去這個核心診所 打疫苗 對 這一定是特權 哦 那陳時中應該跟林秉書之間 有什麼疫苗的這個關係 然後還連什麼 第一個 他先連 遇到陳時中拍張照 表示陳時中有挺他 很熟 第二個 林秉書在外面 臭打說他可以喬疫苗 就說是陳時中給他喬的 最後再連什麼呢 難怪林秉書這麼有錢 可以跟民進黨人物吃吃喝喝 打情罵俏 買勞力士跟頂級西裝 都是陳時中給他發財 哇 你就這樣平常就這樣連人家 這個連人家 我們沒在贏 這給他國昌老師 對 接下來四叉貓 他這兩天要回來了 他跑去的新宿 然後在東京 在這堂 這堂開直播 然後還去抓人家什麼 他媽媽家裡的房子 去用台北富邦 去貸款的事情 他頂上也去人家說 欸 許巧欣 不是 許巧欣說這個 四叉貓 去領到林秉書送的草莓 對 林秉書送四叉貓 兩盒草莓 所以連連看也連起來 四叉貓就是林秉書犯罪集團議員 你說這個草莓 九百九 這如果我看起來 這哪有可能九百九 這我看不見 這幾粒而已 怎麼會九百九 日本的你賣了 你看 什麼 就算我們賣的東西 我們賣兩顆草莓 十幾粒而已 哪有什麼九百九 對 我們賣的就是五百嘛 對 對四叉貓來告訴我 我當然只不過 說喝兩顆草莓 因為 其實一顆鈴 他開記者會 這是許巧欣開記者會噴 幹嘛 四叉貓五分鐘就吃完了 他看也搞不清楚 這兩盒多少錢 然後就被噴了 對啊 各位 這幾個看起來就是 這個許巧欣在營造一種形象 就當時有一點仇富 對 有點看人家穿名牌 戴名錶 穿什麼樣的衣服 吃什麼樣的餐廳 還有什麼樣的草莓 這些都是壞人 你們為什麼有錢可以去吃東西 林秉書你憑什麼 林秉書你憑什麼 可以去吃這種餐廳 可以去帶這種錶 沒事還可以去按摩 然後還可以叫核心醫院 幫你的朋友打疫苗 你可以去買兩盒九百九十塊的草莓 然後管碧琳常常去留言 你一定是民進黨的人 一定幫民進黨洗錢 所以這一個 這些2019年2017 2018年 這些時候 許巧欣其實都在營造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跟民進黨有關的人 你們為什麼可以這麼撐頭 對 為什麼擠身上流社會 你們一定有問題 那現在這些事情 全部回到許巧欣身上啊 許巧欣 你為什麼那麼有錢 剛剛阿苗講說那些議員的那些錢 如果真正有在認真做議員 是 那錢哪有夠 阿明明連一個 連一個一樓店面的付出就走不去 找死人 做什麼大安文三的議員 連那個一樓店面 都租不起來 趕快在二樓 對不對 你看現在黃靜平那邊那裡就比較便宜 老會要陳吉他把樓屁 搞什麼嘛 黃靜平在那個平鎮租兩萬對不對 苗布亞兩萬只能幹嘛 大安文三 沒辦法租嘛 政府讓這些議員 包括走力的薪水都不夠 所以有認真做的這些 其實政府給的這些公費 其實都不夠 可是為什麼許巧欣 還可以過這種上流社會的生活 上流社會是他講的 對他自己講的 有代勞力士 對 有按摩 有吃菜飯 就叫上流社會 但是現在在社會上上班的 這些上班族小織女 年輕人 誰不想起身上流社會 想 誰不想嗎 想 我今天在蘇花的時候就幾個在蘇花的那些工作人員就說 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 一餐花三千塊吃飯 可以啊 他們在討論這個題目 你一定可以嘛對不對 可以啊 我就點點擠到那裡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 一千五就很多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我不可能三千塊太多 然後另外兩個人說 我如果一個月花 用一餐有一餐三千塊 我會願意 是 他們大家不同的 每個人的價值觀 價值觀不一樣 然後我弄完之後就說 老師你會花三千塊吃一頓嗎 我說我趕時間我要先走了 每一個人對這個錢吃飯吃什麼餐廳 他願不願意平常吃泡麵 然後去吃一頓三千塊 或是他每一餐都要吃兩百三百三百 這樣累積 每個人都不一樣 是 但是徐曉星 你當年 是用這種方式去影射別人在上游社會 對 那你今天是在什麼社會 對 你的人社就完全崩潔了 是 非常謝謝阿松 所以莊老師講 我想問創教科 我們今天談兩件事叫人社崩潔跟業力引爆 小新的人社其實早餐店女孩是大家最熟悉的 他要強調是早餐店就是他是庶民出生 對不對 小資女努力 小母療成長 對不對 自己努力 對不對 庶民出生 第二件事叫做業力引爆 當然林秉書我也質疑過他 對不對 誰都可以質疑林秉書 我也說過 你是不是跟民進黨什麼什麼派系人好 我都說過 可是問題是 現在阿苗說最好 我只是把你當年質疑別人的魔法 拿來質疑你 你怎麼就說別人是黑魔法呢 這叫做業力引爆 所以川哥你怎麼看這件事 基本上其實徐曉星 他現在地圖泡一直開嘛 那是一個心理反問機制 就是說罵我的人都是壞人 所以他罵我的都沒道理 都是民進黨的 都是民進黨都怎樣 可是他漏掉一個人罵了 他應該去研究一下 那個朱立倫送我的手機 Google Map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徐曉星現在迷路了 他的狀況是出現他迷路了 你說在認知上迷路了 他一直想要轉移話題嘛 所以其實就是大姑的事情嘛 他就一直下江流道 又上快速道路 又上上街角道 一直轉 轉到最後迷路了 對 那迷路以後他會進死巷 是 昨天的阿苗那件事情裡面 其實他還出了一個問題 喔 什麼問題 公務人員接受馈贈 是有規矩的 是 雖然立法委員 但是是犯公務人員 對 一般的官員只能三千塊 對 二手衣 那個衣服我不知道多少錢 喔 二手衣你可以隨便收嗎 喔 二手衣收了會不會有什麼狀況呢 是 郭台銘今天開的車子 覺得開了一年不爽了 送給我黃東向可不可以 手車送給黃東向可以 可以送給議員就不行 但是送給阿苗可不可以 那就懷一個 要申報 要申報 不行了對不對 要是他的 新衣服方送的話 我一定送 是 你想著沒 馬上賣掉 你都不理你 所以他其實你看 他現在就一直觸犯這些 他亂了 對 那為什麼亂 其實裡面就剛才講兩個關鍵 他現在一直 我就在觀察 兩件事情他在迴避 其實坦白講 申報失誤 罰錢錢 這小事啦 罰錢而已 對啦 要這麼急著幹嘛 然後後面的是 另外一個 就算是廉政署有講的 你的收入和支出 檢不相當 檢不相當 我們也不是像香港一樣啊 那是法院和檢察官去查的 不是你自己要自證的啊 也是頂多也是發點錢而已啊 對 他為什麼這麼轉 他擔心兩件事 第一個我是聽很多律師講 大家現在很關心 他大哭的起訴書 裡面如果是 在裡面寫出 一百萬元的金流 是 如果是寫在裡面的時候 到時候怎麼講 他沒有很麻煩 所以他就一直轉來轉去 如果寫到 許巧心 許圈心 對 那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收入嘛 這個整個狀況 就變成跟你的搭不上 所以他其實今天擔心的 不是你們講他穿錯衣服或什麼 而是 就是收入和支出 顯不相當 對 那顯不相當也合理啊 你可以做很多事啊 是 你可以講出來嘛 對 但是你也沒辦法 所以他現在的困局在這邊 而這困局越來越轉的時候呢 地圖泡亂開 然後他現在只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藍綠對決 對 只要期待藍綠對決嘛 這是情緒勒索有用嗎 因為這是你的私生活 是 進行就想 他的群組裡面 很多藍軍的人說 你們要幫許小新講話 怎麼講啊 所以他現在的困局在這 怎麼講 敬平哥可能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這個牌子 他怎麼辯護都不知道 怎麼講啊 所以許小新現在就是 我有品牌呢 夜令連 或人設崩壞 其實真正核心問題 自己迷路了 是 那迷路之後呢 他現在剩下一個方法 就是搶聲量 對 但是他搶了聲量之後 他的聲望 大概會崩解到不知道到什麼地步去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確實是喔 但因為今天我覺得 巧新可能已經開始理解到整個走錯路 所以他現在完全不受訪 那是益川一直叫他不要再講話 我們也叫他不要再講啊 對不對 都不受訪 所以我想問范老師 就是說 第一件事情 巧新開始在降溫 他今天完全不受訪 因為他沒受訪一次 我們就多一個題材講 每受訪一次 我們就多一個題材講嘛 可是范老師 他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他面臨到最大問題就是 他的人設崩了 他沒辦法再跟選民訴諸說 我是早餐店女孩 我是那個會穿著拖鞋 在路上爬爬罩 跟你周遭一樣的人 我的人設是這樣子的人設 這對一個公眾人物來說 是最麻煩的一件事 他昨天在受訪的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是中央級的名代 我要update 所以我有一些衣服的確是比較昂貴 那為什麼 我不能夠丟立法院的臉 這個跟高鴻安買雙眼皮貼 有什麼不一樣 我立法院要拍照 所以要買雙眼皮貼貼 對 而且他是那個雙眼 那個 這是勘托嗎 那是大合照 所以阿苗之所以沒選上 就是因為穿著太寒殘 我跟大家報告 有一些非常壞的網友 竟然去找人家以前 在選議員的時候 站肥皂箱的照片 他站肥皂箱 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淋 在這個拉票的時候 對 一雙血也要新台幣三四五萬 喔 太壞了吧 他有肥皂箱上面拉票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肥皂箱的 對阿 對阿 那個時候上面 因為你們把上面切掉 你看這麼壞 整個只留人家腳 對 他上面佔肥皂箱在拉票 他那個時候那雙三萬多塊 我只有米葉 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 所以那個時候 他已經預備好了 他知道他過了一段幾年之後 會做理好委員 所以 所以你檢討一下 下次買貴一點的鞋 去拉票好不好 比較有會選擇 下次就要有雙眼皮疤 記得買Rodger Biviet的鞋 這樣就會選上了 但是西裝要有金釦子那一種 金釦子 台北有釋出你的品味 這是什麼富寬奇的西裝 不要亂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認為他現在的level 跟他過去市議員不一樣 是 他現在要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 對 他當選台北市議員是29歲 對 人生順不順 太順了 他當選的市議員是2018年 那一年雙喜離門 還跟他先生結婚 鄭婚人是誰 馬英九 來賓是誰 朱立倫 郝龍斌 范老師你等一下 因為范老師現在正在爬梳 徐曉星的人生歷程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的歷程 看出一些端倪 我們進個廣告 回來請范老師繼續分析 我們進廣告